腾讯体育10月6日去,热火在季前赛和场挑战奇才,最终他们114比121赋予对手,遭遇3连百。 乔治季前赛首秀凯,23分5篮板四助攻雷霆金曲森林郎热火VS奇才视频极紧,维德替补出场火力全开,热火方面欺人得分上双,文斯洛拿到17分4个篮板,亚特马腾17分7个篮板,迈克格鲁德拿到15分5个篮板三次助攻,怀特赛得10分9个篮板,维德拿到10分,奇才对比尔得到20分5个篮板两次助攻。 主攻两次抢断,迈克格鲁德拿到15分3个篮板,莫里斯13分10个篮板,沃尔得到9分5个篮板九次助攻三次抢断两次封盖。 此一上来后,两队逆篮博网,在首节最后4分钟里,维德演一个人秀,他标中两季3分,并在本节最后时刻链中两球。 在单节比赛里,闪电下空下10分,凭借他的出色发挥,热火首节28比26领先。 次节回来,双方延续僵持的场面,沃尔本节中段上来了守候,奇才以14比41领先。 此后风云突变,亚特马腾和温斯洛相继命中3分,热火打出一波12-0的攻势建立9分领先。 本节最后3分钟,双方再度形成拉制,随着迈克格鲁德两把权中,半场结束,热火以59比51领先。 下半场一边再战,沃尔标中3分。 但温斯洛和奥利尼克,也相继在外星命中远头做出回应,热火将比分改写成65比55。 比尔,年终两季3分,沃尔点上蓝得手。 奇才随后打出一波15-2的攻势将比分反超,并将领先优势保持下来。 随着杰封格铃标中3分,第三节结束,奇才以89比84领先,末节少来,双方进浅替补,邓肯罗宾选打成3加1。 热火一波8-0的攻势将比分改写成92比89。 奇才随后将比分追平,两队站在同一起跑线。 本节后半段,两队陷入缠斗,分超迟迟为能拉开。 最终奇才121比114几败热火,送给对手继前三连百。 双方首发,圈火,德拉基奇,怀特赛德,奥利尼克,文斯洛,麦克格鲁德奇才,沃尔,比尔,波特,马基夫莫里斯,马西米猫大雄。